江南铭记被强行送到医院检查身体 强行检查完身体外 所有的妓女都要换上同医的粗布衣裳 而且需要剪短头发 这对爱美如名的邱姨和小鹅来说入遭累计 于是趁着解放军叔叔不注意的时候 他们准备逃跑 邱姨直接大着胆子爬上了窗户 但是小鹅却磨磨蹭蹭 最后解放军叔叔发现了不对劲 立马赶了过来 小鹅被当场抓住 邱姨则是逃脱了 无处可去的邱姨投奔了之前的顾客老仆 老仆见此喜出往外 终于不用花钱就能享受头牌的全部 一颗心立马沸腾起来 她把邱姨藏在卧室 没完享受雨水之欢 邱姨也如愿过上从前的父太太生活 一来伸手犯来张口 然而这种生活随着老仆母亲的出现 随即烟消云散 普家虽不是富姐一方 但也是镇上有头优脸的人物 随着时间的流逝 两人之间的关系传遍了整个府 普家老太太嫌弃邱姨姨姨的身份 十分不满两人过于亲密的举止 于是总是变着法子警告邱姨 让她清楚自己的身份 并且找准机会想要赶走她 邱姨向来心高气傲无比要强 她知道自己不受待见 可是却无所谓 因为在她眼里 只要老仆真心待自己就够了 但让她感到失望的是 老仆对她的感情根本经不起考验 她被训斥了一顿后 便开始刻意冷落邱姨姨 还云淡风轻地提出 要她搬到外面去住 表示就跟换个包房差不多 邱姨一时间伤心不已 你怎么会是这样的人 我这是看错了 邱姨当即就收拾东西准备离开 她原以为老婆会出眼挽留一下 没想到她只是默默看着她 直到这一刻 邱姨才真正明白自己的处境 男人们嘴上再怎么说喜欢她 到了关键时刻 还是会毫不犹豫地把她踢开 邱姨心灰意冷 一边收拾行李一边要钱 把钞票拿出来 什么钞票 你说什么钞票 我陪你住了这么多天 你讲白票啊 老婆不情不愿地付了钱 可是邱姨的高傲不允许 她践踏自己的尊业 直接将老婆的钞票撕了个粉碎 离开老婆的邱姨无处可去 她想过回老家 可是老房子太小 爸爸是个瞎子 和姑妈表弟挤在一间房里 回去肯定会遭姑妈嫌弃 而且还会给父亲带来负担 几经辗转 邱姨来到了普渡众生的尼姑庵 她跪在地上不断看邱主持 祈求能够给她一个安身之所 主持看邱姨很可怜 同意收留她为尼姑 但前提是要剪去那一头绣法 姚姐为了能够有个容身之所 憨泪拿着剪刀剪断了 自己引以为好的头发 并且剃光了所有的头发 自则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Don't wanna overthink it baby Just drink your body and mine Baby you give me ice and fire You're giving me wind and rain You're some kind of butterfly Baby you give me midnight You're whip up my appetite Don't leave me here high and drive Oh But I don't wanna jinx it baby Just not get ahead of my time Oh But I don't really miss you baby So I stand up and speak up my mind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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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you give me ice and fire You're telling wind and rain You're some kind of butterfly Baby you give me midnight You're whip up my appetite You're up to me Don't leave me here high and drive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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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